好朋友组团到越南旅游 开心自拍 掺笑笔叶 但却因为一个中国的政治问题 形成差点报销 江西女子和三位好友 三号前往越南河内 预定隔天早上八点 搭乘巴士去吉波岛 但业者认定来自中国 吓得不敢再 旅行社人员来的时候 才跟我们解释说 海防的政府好像有发了一个公文 说要禁止所有中国的旅客 进入海防市 那虽然我们有一直刚解释 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在江小姐等人 极力澄清以后才解决交通问题 但到了吉波岛饭店 又因为相同的质疑被挡在门外 甚至一度被众多公安包围 只好赶紧打给越南办事处求救 驻越南的办事处 也非常的大力的协助我们 有打电话到河内的公安部门 然后再请河内的公安部门 打电话到海防的公安部门 因为越南人 他们以为台湾人是中国人 所以他们也是因为害怕的话 所以他们才这样做的 武汉肺炎引发全球大恐慌 日前才发生越南禁止我国航班 沟通后才解禁 现在连台湾旅客也惨遭牵连 3天新闻黄文林综合报导 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